暑期最後的週末假期 補助助公國旅的暑假也大爆發 不少人趁著暑假期間的優惠多 帶著小朋友出來玩 旅遊潮也帶動了飯店的業績 各家住房率都有明顯的提升 今年不分平日假日都標迫了 8成5的住房率 等於成長了一倍以上 今年的暑假花店旅遊人潮不斷 加上國旅補助的住公 飯店業者表示相較去年暑假 受疫情的影響 住房率約只有四成左右 而今年不分平日或是假日 都標迫了8成5成長一倍 目前在整個疫情的一個穩定 还有國旅補助的一個住公之下 那我們飯店現在整體的一個住房率 有來到了8成5左右 相較歷年暑假的一個平均的話 有大概成長了20% 去年的疫情是在7月份 還是不是這麼穩定的狀況之下 所以去年的一個暑期 沒有像今年的這麼的一個好 去年的一個住房率的一個狀況 大概平均是在四成左右 就7、8月大概平均在四成左右 相較今年8成5 幾乎有一倍以上的一個成長 在疫情穩定之下 中央研議將開放國境 要擴充旅遊市場 為了迎接疫情後 各地的旅遊人潮 飯店業者對於國境開放 也都相當有信心 記者臨結花靈市採訪報導